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他赐下大能来打破黑暗势力的恶 要记得有些事对人来说是不可能的 可是对神来说凡事都能 你要像小孩子一样的谦卑 忘记你所学过的 那就是倒空你从人那里所学到的知识 如果你可以忘记科学所教导你的 并且相信神的话语 那么对你而言就再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个重要的课题 今天我们当中许多人将要经历到神洁净的火 我看见神好像一团火球站在你的面前 主耶稣提到他洁净的火 从圣经的记载我们看见神的火所做的奇妙工作 当神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是一团在经济中烧着的火 当以利亚升上天的时候 他乘坐火车火马 当约翰被提到天上 他看见在神的宝座前有七团火焰 神告诉约翰 这七团火焰就是神的欺灵 在末日的时候 神会拆遣这欺灵到天空中 当施洗约翰出来服侍的时候 百姓问他 你是弥赛亚吗 施洗约翰说 我不是 我就是那在旷野 有人声喊着说 修植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 以赛亚所说的 接着约翰所说的更有意思了 他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 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 因此主耶稣来 他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洗 希伯来书描述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圣经描述天上的许多事物呢 都是用火焚烧 现在在地上呢 火有许多用途 我们用火做饭 冷天时我们用火取暖 火有许多功用 火给我们力量 火也给我们热忱 先知耶利米说 他不能尽口不传神的话语 因为神的话如同火一般的 在他的身体里头燃烧 换句话说 即使他在软弱孤单的时候 神的力量就好像火一样的 给予他能力 继续的传讲神的话语 火最主要的四种功用是净化 在世上有许多污秽的事情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也有许多的不圣洁 仇敌把许多的污秽和罪恶 带到这个世界 每天当我们出门的时候 在街上总会接触到一些 污秽的言语 污秽的图片和污秽的影像 许多的书籍和电视节目都充斥着污秽的事物 许多的广播节目也充斥着污秽的思想 所以每一天我们的生命都会沾染到一些不解 神要把你从各种的污秽中 就拔出来并洁净你 在以赛亚书第六章 先知以赛亚有一个特殊的经历 他看见主高高坐在宝座上 他的衣上遮满了圣殿 当先知以赛亚看见神的荣光的时候 他也看到自己的污秽 于是他呼喊着说 祸灾 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所以神就拆遣他的使者来洁净以赛亚 神怎样洁净以赛亚呢 使者手里拿着烧红的炭 用炭沾以赛亚的口 所以是用天上的火来洁净以赛亚嘴唇上的不解 今天神也用同样的方法就是用天上的火来做洁净的工作 任何时候神要除去污秽 所使用的方法就是用天上的火 即使在地上有一些细菌和病毒可以抵抗感冒 但是他们无法抵抗火 火有不同的层次 生活做饭所用的火是一种火 汉宫在焊接金属的时候 所用的是别样的火 在熔炉里净化金属所用的又是另外一种火 你记得圣经记载 当尼布贾尼撒王大发烈怒的时候 他命令人把摇烧热比平常猛烈七倍吗 那火烧得非常猛烈 连那些负责把三个人丢进火窑里的人都被火焰烧死了 同样的在属灵的境界里也有不同层次的火 今天主耶稣要用他的圣火来为你施洗 当圣洁的火来洁净你的时候 一切的污秽和不洁的灵都要完全被除去 有时候你看到一些灌木林 你不知道里头有什么生物 但是当灵火焚烧之后 有时候你也看不到任何的动物在其中 但是如果今天你让灌木林起火的话 你将会看到各种各样 你未曾看过的动物都会跑出来 同样的许多时候 隐藏在我们生命里头的污秽 是我们不知道的 一直到神的圣火把它揭露出来 这就好像当你把茶袋放在热水里头 茶真实的颜色就会显露出来 人的生命是非常复杂的 就好像一栋建筑物里头有许多房间 有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内心 藏着什么 直到神的圣火降临 先知以赛亚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 其实他已经是一位先知 为神传讲了许多精彩的预言 但是当神的圣火临到的时候 他的生命就赤露敞开在神的面前 今天神的圣火要把隐藏在你身体里面的疾病揭露出来 今天神的圣火要把藏在污秽思想背后的事里揭露出来 有位弟兄和我分享了他的奇妙经历 这位弟兄来自信奉新都教的家庭 由于家庭非常传统 他从来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有一天他的姐姐邀请他到教会参加聚会 那天这是大家所敬重的三文僧先知在讲道 当来到祷告的时候 他开始祷告 然后主就把隐藏在这位弟兄生命里的秘密揭露出来 当桑文森先知在服侍的时候 他把有关这位弟兄生命中的事一一说出来 他描述他的生命 描述他的家庭 还指出他有多少位兄弟姐妹 他甚至说出这位弟兄的名字 也提到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教会的聚会 然后先知说主要使用这位弟兄 主的圣火要从天上降下来临到他身上 这个弟兄和我描述当时后的情况 这位弟兄忽然感觉到他的头好像被打开了 圣火就充满在他的头里头 不断地燃烧 然后脑袋又合起来 他说圣火的力量非常强大地在他的头脑里头燃烧 他说当天他在聚会的场所弄坏了许多椅子 大约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圣火完全地把他整个人都燃烧了 其实在这之前 他完全没有听过主耶稣基督的名字 而且当圣火临到他身上的时候 他还说起了方言 而在这之前 他从来没有听过有关圣灵的事 一个小时过后 他站起来 他的生命完全被改变了 他告诉我一件令我感到惊讶的事 他说从那一天开始 我没有再说一句污秽的话语 他说在这之前 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污言汇语 但是在这个特别的经历过后 他再没有说任何一句不干净的话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就是那一天 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洁净了他的生命 那你看 你所说的一些污言汇语 或者一些不洁净的思想 这都不是从你而来的 这些都是污秽的灵所带给你的 有一些的疾病呢 有污灵在后面控制着 但是我要用施洗约翰的话来提醒你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呢 他要用圣火为你施洗 今天当我为你祷告的时候 圣火要降临来到你的家里头 神的圣火要进入你的生命 有些人会感受到 圣火正在你里头燃烧 千万不要惧怕 因为这是神 洁净的工作 所有隐藏的灵都要在 神的圣火里头 写明出来 任何东西在你生命当中 是不蒙主喜悦的 都要被圣火挪开 在你的生命里头 不能够荣耀神的事情 都要被圣火挪开 在你的身体里头 那些不知来源的病痛 都要被圣火挪开 在你的思想里头 存有着污秽的梦的 都要被圣火挪开 你预备好了吗 我看见主的圣火 站在你的面前 主已经预备好这些的圣火 来洁净你的生命 神要大大的使用你 来为他成就大事 但是他必须要先洁净你 所以今天我要请你 把你的生命降服在主的面前 让你的生命 在他的面前预备好 他就会用圣火来充满你 当你的生命被圣火 所充满的时候 饿着也无法靠近你 请站立我们祷告 天父我感谢你 谢谢你美好的计划 主啊我祈求你释放你的火 主啊让你的火降下来 让你的火降下来 主啊让你的火降下来 让一切不洁净的东西都被烧毁 让你的孩子得自由 in the name of jesus 奉耶稣的名 in the name of jesus 奉耶稣的名 let chains of darkness be broken by that fire 黑暗的锁链要被火所烧毁 let infirmities be destroyed by that fire 让这个火烧毁一切的疾病 in the name of jesus 奉耶稣的名 thank you father 谢谢天父 in jesus then we pray 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 我知道主在你的身上 做了奇妙的工作 请写信告诉我们 神在你身上的奇妙作为 下周同样的时间再会 愿神赐福给你 Amen Jesus is my life And my salvation As his spirit lives in me Whom shall I fear Jesus is my rock Jesus is my rock He's my banner Jesus is the struggle Jesus is the struggle In my life For him the sun set free Is free to praise his name To make a joyful summer To the Lord For him the sun set free Is free to praise him To sing a joyful song To the Lord To the Lord You send a song of praise To the Lord of all He lifts up holy hands Worship before him He's worthy of all Worthy of all glory Worthy of all glory Worthy of all honor He has set us free For he has set me free He's my redeemer For he whom the sun set free Is free to praise him To make a joyful sound To the Lord For he whom the sun set free Is free to praise him To sing a joyful song To the Lord And now let the music hit that joyful song To the Lord And now let the music hit that joyful song For he who the sun set free For he who the sun set free For he who the sun set free Is free to praise him To make a joyful sound And now let the music hit that joyful sound To the Lord For he who the sun set free For he who the sun set free Is free to praise him To sing a joyful song For he whom the sun set free Is free to praise him To make a joyful sound And now let the music hit that joyful song To the Lord For he who the sun set free For he who the sun set free Is free to praise him To sing a joyful song To the Lord Now let the music hit tha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